在俄罗斯 进行准确的目标指示 观测对方损失 很大程度上 他也改变了现在作战方式 据西海军总司令部决定是组建第一个无人机团 接着再说让别的舰队跟进 七年前 俄罗斯已有180架无人机 部分还是前苏联的 2015年 已经超过1700架 到了2016年底 就达到1980架 现在 海空路已经有67个无人机连 俄军当前无人机数量不止2000架 在将来也只会越来越多 俄军无人机已经曾在叙利亚参加战斗 投入了70到80架 目前使用的无人机有四种 都是轻型 也有的是中型无人机 邵所和前邵是俄改造的 其余的东西是我国自主研制的 这一领域 值得称赞 俄罗斯说不定已经悄然的超过我们中国 成为了世界排航第二 在那些无人机的几个种类中 其中数量最多的是海英富士 它算是中型无人机 它们通常都是组队出取活动 方便之间的协作 三辆飞机都有自己的职责 在这样的相互配合下 海英富士这款无人机 很大程度上提高了作战的准确性 其中 陆军通常装备的都是海英富士 无人机在摩托化和坦克部 对通常执行侦查任务 在他们的协助下 更容易掌握局面 炮兵通过他们进行侦查和矫正 很大程度上改变了炮兵战术 提高了效率和准确度 在这出现之前还有人说 摧毁一个火力点需要大量的炮弹 它可以让炮兵几次一起发射 就能简单完成任务 空军的前哨无人机在侦查 统计方面存在的作用和意义 都是无法衡量的 虽然现在 俄罗斯无人机部队的数量 可能没有美国军队的多 但是也有部分权威人士认为 俄罗斯这个系统和飞行策略的实施运用 将来也会强有力的制约西方军队 俄罗斯决定 在发展无人机的阶段 应该朝着重型无人机来发展 这对于无人机的发展也是重要的 俄罗斯倘若这方面能够做好 势必让西方国家为止颤抖 我们将期待它的出现和批产 责任编辑 在后面有没有肺炎的 我侧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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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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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